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古又创新的复兴广播电台 复兴广播电台全省收听频率 第一广播王台北AM558909 台中FM107.8高雄AM594 第二广播王台北AM5941089 台中AM5941089高雄AM846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美贤主持的听徒弟在唱歌 踩着泥土的温暖 心有了探索的勇气 有了创作的热情 音乐也开始跟着蠢蠢移动 听徒弟在唱歌 由吴亚荣 吴美贤联合制作 吴美贤主持 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午安 欢迎收听由美贤所主持的听徒弟在唱歌 我们在这边天空和你分享来自这块徒弟 最温暖的故事 最感动的歌声 如果您有在收看金曲奖的话呢 你会发现有一个奖项很特别 就是每一位音乐人 每一位歌手一声都只有一次的机会 有可能得到这个奖 而且错过了就不会重来 所以对于很多有参与金曲奖这个奖项的音乐人来说 这是他们最期待最期待的奖 而每一位的天王巨星都曾经是一位新人 在今天的听徒弟在唱歌的节目中 我在现在呢 邀请到我的好朋友钢琴师人王俊杰 这位也参与过流行音乐工作幕后 很多年的算是一位前辈了 我邀请俊杰呢 来跟我们一起介绍历届的最佳新人奖 这样子的议题呢 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 不定期的在我们的节目中出现 跟大家分享着一些曾经入围 或者是获得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的音乐人 他们的作品以及他们的一些生平的故事 哈喽俊杰你好 听众朋友好 美贤好 我不是曾经 我目前还是 这样讲我已经那个 好的 曾经是幕后 现在已经走到幕前来了这样 但是幕后也一直都还继续着 是的 俊杰是很资深的编曲 那从很资深的编曲 那到唱片制作 配乐制作 还有现在是创作歌手也 发展过自己的好几张的演唱专辑 也入围过金曲奖 那也获得过年度最佳专辑奖 算是资历很完整 那么现在呢 当我们开始讲这些音乐人的时候 相信我点到谁的名 你一定都能够如数家证 对啊 我就唯一插一个新人奖而已 但已经无望 人生无望 对 好 这个第一届的最佳新人奖呢 这一位是 伍斯凯 他曾经获得 就是最佳国语演唱人 爱的钢琴手 但是他也曾经是我们第一届 最佳新人奖 伍斯凯你的印象是 伍斯凯其实他很厉害 他的状况跟我有一点点像 他也是很好的钢琴手 然后呢 他也能编曲 那他也能够作词作曲 那伍斯凯厉害的是 他国语歌也写 台语歌也写 那我们听到 这一首歌 来自于伍斯凯 当时一出来 他那个声音 为什么得新人奖 因为他的声音辨识度太高 当时辨识度最高的两个人 一个就他 一个是王杰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这首歌呢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真的当时也算是 红遍大街小巷 非常之红 对我们来听这首歌 我付出一生的时间 想要忘记你 但是回忆回忆回忆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没有承诺 却被你抓得更紧 没有了你 我的世界余下个不停 我付出一生的时间 想要忘记你 但是回忆回忆回忆 从我心里跳出来 拥抱你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 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我还听见你的声音 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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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给特别的你 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特别的爱 给特别的你 我的寂寞 逃不过你的眼睛 特别的爱 给特别的你 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我还听见你的声音 轻轻停绕着我的心 我的心 我还不能接受的你 就是永远不能在一起 我还不能接受的你 其实跟吴思凯同时竞争 这个最佳新人奖的 马玉芬 台正肖 郑同芳 还有张宇生 1990年张宇生 也曾经入围最佳新人奖 我们来聊一下 其实张宇生可以聊好几集 但是我想要听听俊吉 来跟我们介绍张宇生 张宇生真的就是一个鬼才 那在这个最佳新人奖之前的张宇生 其实他也在大学城的 这个歌唱比赛里面 得到肯定过 然后张宇生 他在政治大学的时候 在热音社的时候 他的学妹是谁 陶金银 所以他出了第一张专辑的时候 他就 大家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 当时他的歌还 当时叫空军 那时空军在做一个 这种征兵广告 还用了他的歌 那当时因为男声 男声像张宇生这种很高亢 那像国外那个Michael Jackson 就是这种高亢的声音 可是在台湾呢 在过去呢 我们的声音 我们不管是男声还是女声 我们没有那种 像现在是那种 那种声音 没有 所以薛月 是那种摇滚型的以外 但薛月的摇滚型 他的高 他的嗓音 基本上没有张宇生高亢 我们大家唱KTV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那个 女声如果唱张宇生的歌的话 其实是不用换Key的 对 不用换Key 所以张宇生那个声音 就是在天上飞的 当时他那个声音出来 他跟吴思凯两个人 都是声音有辨识度的 那个辨识度又正好两种 是完全完全 不一样的两个辨识度 就好比说刚美贤有提到那个 另外还有一位叫做马玉芬 马玉芬就是马赵俊的妹妹 然后马玉芬其实在那之前 他已经出道了 但他在做什么 他在做和声 对 他跟徐景春一样 他们都是和声班底 都是林美满美满姐的这个门下这样子 那他是很会唱歌 但是如果要比辨识度的话 就比不过王杰 也比不过张宇生 对 其实张宇生他除了他自己本身 是一个很优秀的创作歌手之外 他在后来转到幕后 他可以说是一首打造了张惠妹 对啊他其实打造不止张惠妹啦 包含他的好学妹那个陶金银 陶金银 也是 然后张宇生也做舞台剧 对 他后来也做舞台剧 那么张宇生呢 第一张专辑 就让大家注意到他的声音 可是很遗憾的是张宇生 接下来他自己的专辑 都没有到很红 真的 对 这首歌 这太经典了啦 非常非常 后来这首歌曲 甚至被当成张宇生 有点自传式的舞台剧 的音乐剧的那个名字 天天想你 那这首歌赵永华翻唱过 然后陶金银也翻唱过 还有陈启真也翻唱过 然后阿妹的live演唱会也唱过 对 如果你喜爱宇生 你一定不会忘记这首歌 天天想你 你越走越远 我的每一次心跳 你是否听见 当我徘徊在深夜 你在我心田 你的每一句誓言 回荡在耳边 你叮叮圆圆 山东的双眼 藏着你的羞怯 加上我的思念 两颗心的交接 你一定会看见 只要你愿意走向前 天天想你 天天问自己 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 天天想你 天天守住一颗心 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 当我处立在窗前 你越走越远 我的每一次心跳 我的每一次心跳 你是否听见 当我徘徊在深夜 你在我心田 你的每一句誓言 回荡在耳边 你越来越来越远 你越来越远 山东的双眼 藏着你的羞怯 加上我的思念 两颗心的交接 你一定会看见 只要你愿意走向前 天天天想你 天天问自己 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 天天想你 天天守住一颗心 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 天天天想你 天天天守住一颗心 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 说到第二届的最佳新人奖 这个很特别 一样是在1990年 那个时候获得的呢 是黄小虎 黄小虎可以说是一个 实力派唱将 而且还被称为Pub皇后 这个季啊 很厉害 讲到黄小虎 1990年 当然我们也 我也还没出来啦 还是学生 我讲一下黄小虎 黄小虎呢 在出专辑之前 其实已经很红了 他从高雄 他是高雄人 然后呢 他在高雄的一个Pub 开始演唱 那时候高雄的一个Pub 应该到现在 不能说那时候 一直到现在 这一家Pub还是很红 叫蓝色狂想 那黄小虎呢 他唱 他一开始从Pub起家 开始唱歌的时候 我跟你说 不管是在台北唱 或在高雄唱 他唱只要是黄小虎的班 台下绝对满满满 要抢票的 我记得小时候 我还没有当乐手的时候 我们刚开始在见习的时候 我们在去听 那时候听谁呢 听黄小虎啦 听富威啦 那时候富威就已经在唱了 然后呢 听很多人 那时候陈森也在唱 五百也在唱 在一个叫 Live Agogo的地方 现在已经没有 那Live Agogo 一次可以塞下三四百人 哇好大 对很大 还可以跳舞 然后 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印象 就是只要是黄小虎 我们都很难挤进去 我们可能在一个小时之前 就要努力去排队 去那边等 所以他在Pub里面 非常非常厉害 要唱英文歌啊 唱那种拉丁歌啊 都很厉害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实在太经典了 那黄小虎 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 这首歌其实就红了 那很多人以为 红到现在 很多人以为这首歌 现在我们听到这个前奏 这不只是朋友 很多人以为这首歌是他在 当灭绝师太以后才唱的 不是啦 这个歌 第一张 几十年前就有了 对 很巧的是 这个是第一届的新人奖得主 吴斯凯作曲的哦 是 补充一下 我们听一下 张雨生是高 抗南高音 这个是低沉女低音 对 你最初的爱情 总是游戏 在你的眼里 我是你可以对应 烟花的朋友 你从不吝啬 吹出我分享你的快乐 你开心的时候 总是挥霍 你时宜的片刻 总是沉默 在你的眼里 我是你可以靠青涂的朋友 你从不忘记 提醒我笨蛋你的寂寞 你从不知道 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 还想要那么一点点温柔的假装 你从不知道 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 还想要那么一点点 自私的残留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你开心的时候 总是挥霍 你时宜的片刻 总是沉默 在你的眼里 我是你可以依靠青涂的朋友 你从不忘记 提醒我笨蛋你的寂寞 你从不知道 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 还想要那么一点点 一点点自私的残忠 你从不知道 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 还想要那么一点点 azar hum 没关系 全市的残忠 还是亲自私的残忠 想做的不只是朋友 想做的不只是朋友 相伴 想做的不只是朋友 你从不知道 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 还想有那么一点点温柔的教宗 你从不知道 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 还想有那么一点点温柔的教宗 你从不知道 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 还想有那么一点点温柔的教宗 你从不知道 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 还想有那么一点点自信的自由 你用微笑迎接 重拾每一天 复兴电台让你生活更新鲜 任你遨游 在两岸之间 那是复兴电台 Elephant all right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 北台湾AM558-594-909-1089千赫 中台湾FM107.8兆赫 AM594-1089千赫 南台湾AM594-846千赫 复兴之音 深得民心 心流开难 欢迎继续收听 由美贤所主持的听土地的唱歌 我们在这片天空和你分享 来自这块土地最温暖的故事 最感动的歌声 今天邀请到我的好朋友资深的 编曲人 唱片制作人 本身也是创作歌手的 钢琴师人王俊杰 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历届的最佳 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 那刚才我们其实有聊到 第二届的得奖者呢 是黄小虎 那第三届呢 1991年的 这次其实比较特别 就是1991年的得奖者霍正奇啊 你说霍正奇到底有哪一首歌曲是 红边大街小巷的 你可能想不出来 但是其实霍正奇 他真的演过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戏剧 所以他是在戏剧上拥有一片天 但是跟他同期入围的呢 这一位呢 我就想要稍微介绍一下了 那就是周子涵 周子涵虽然在1991年的 这一个这家新人奖当中 他没有得奖 没有嘛 那一年是霍正奇啦 没错 不过周子涵 当时大家记不记得他的样子 那个六年级同学应该会记得 周子涵其实那时候走的是玉女形象 对 玉女歌手 有点那种idol的感觉啦 就是问他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不知道耶 那一种的喔 那周子涵的出生来历很有趣 周子涵是蓝白唱片 当时发行他的第一张专辑 那么他其实原本呢 他是蓝白唱片的宣传 是的 所以他出专辑的时候 其实他去上媒体很轻松 因为每一个都他朋友 对 那我们听这首歌呢 当时也很有趣 这是他专辑里面主打歌 这首歌如果你有回忆 六年级同学 你有同年回忆的话 你会想到那个 比保玉火凤凰 这个当时的电视剧 师兄师姐一群人来跟他一起对唱 没错 听说你离开他 嗯 我曾经也笑过你的伤 爱情之境我仍不相信他 听说你离开他 剩下一个人怕不怕 我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爱情对我来说 还是善化 我知道应该努力遗忘他 但是偶尔也会有牵挂 是否能在相同中长大 就让时间来回答 听说你离开他 你忍忍无妨 原谅吧 而一颗心还是放不下 爱情已经成为一种惩罚 听说你离开他 想不想找人说说话 我期盼你好好面对他 爱情我也曾经 付出代价 我知道应该努力遗忘他 但是偶尔也会有牵挂 是否能在相同中长大 就让时间来回答 听说你离开他 我感觉有一点惊讶 当初一圈心地爱着他 爱情是手中握不住的伤 希望你能够努力遗忘他 虽然偶尔也会有牵挂 我们常在相同中长大 在爱情中寻找解答 虽然我离开他 却依然找不到方法 我的心其实不曾怪他 我想我不会忘记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说你离开她 我感觉有一点惊讶 当初你全心地爱着她 爱情是手中握住的伤 希望你能够努力遗忘她 虽然偶尔也会有牵挂 我们常在伤痛中长大 在爱情中寻找解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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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离开她 却依然找不到方法 我的心其实不曾怪过她 我想我不会忘记她 哇 这个《浴火凤凰》啊 后来的重播 其实我们青年集生 都还是超爱的 所以你们有看过就对 有有有有 它其实重播很多次 大家你可能会搞不清楚 这里面有很多人 哪有是周子涵 最后那一大段就是他啦 而且呢 我想《吻合类》这首歌曲呢 也可以算是周子涵的成名曲 对 方姬 那时候那个谁 《吻合类》是谁写的呢 是那个黄大军老师帮她写的 哇 《名师之首》 哇 那首歌记得 也是我小时候的招牌歌 所以周子涵 其实对我们七年级的 前段班的人来说呢 其实也是 应该是蛮多人的梦中情人 对 他出了没几张专辑 就去嫁人 其实前三届啊 都是大概是这样子的 但是第四届的超跳痛 你知道吗 第四届的最佳新人奖 你知道谁吗 居然是蔡小虎哦 蔡小虎是吗 对 猪肉王子 跟各位解释一下 你其实有时候从那个 每一年的最佳新人奖的 风向球里面 你就可以去感受 那个社会当时状态是什么 流行什么 比如说有一届的 这个最佳新人奖是一粒高路 你就知道那一年呢 大家走文清风 那你知道今年 这一年第三届 这个是 第四届 第四届 这是蔡小虎 你就知道那个时候 全台湾 听台湾的人很多 而且蔡小虎呢 新人一定就是 她名气很够嘛 对 为什么她名气很够 因为每个礼拜 都有免费的广告 为什么 不用钱 为什么 参加五灯奖 五度五关 奖十万 从第一关关到五度五关 要二十几关啊 对 所以二十几集的节目 不红也很奇怪 是最早的星光大道 参加比赛 一参加比赛 五度五关 得名以后呢 为什么叫她猪后王子 因为她以前在买滴肉 原来如此 马上出这张专集 这张专集的主打歌呢 陈百坛下的 王叔不要拿去 对 这张专集我水红 来听看看 哦 真正就跳脱了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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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究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首歌它是做词人 真的太红了 反而是做幕后 对 这一首歌 徐世珍的出道的这首歌 它算是文青 那时候 女生走这种小清新路线的创作歌手不多 然后走那种 有一点点像陈启真味的也不多 徐世珍算第一 然后他那时候的光环就是什么 台大 台大毕业的学生 然后我有在广播电台帮他伴奏过 对 你知道他这个前奏啊 他使用了什么呢 他使用了贝多芬第二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的气氛 来哦 来不及说 也曾经曾经以为 你就这么一辈子陪我走 年轻就以为世界属于我 不懂珍惜也不懂执着 轻易就放手 再多年多年以后 也许你早就不再想起我 翻页曾有的心情 再知道不该放弃你的手 后悔从来不能改变什么 终于明白所有的感受 非要自己走过 才能够体会 无论你怎么办 无论你怎么办 多远多久 无论你懂不懂 无论你懂不懂 从今恨不问不想不说 我留你在心中 我知道该走的不能留 我只是遗憾自己来不及说 在多年多年以后 也许你早就不再想起我 也许你早就不再想起我 翻页曾有的心情 才能处 才能够体会 无论你走过多远多久 无论你懂不懂 曾经恨不问不想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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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留你在心中 曾经恨不论你 再问不想不想不说 我知道该走的不能留 我只是遗憾自己来不及说 无论你早远多远多久 无论你同时你恨不東 我只是遗憾自己来不及说 无论你早就不想不想不说 无论你早就不再想不看不想不想不说 无论你早就不想不想不想不论 我知道该走的不能留 我只是遗憾自己来不及说 你用微笑迎接 重拾每一天 浮现天台让你生活更新鲜 任你遨游在两岸之间 那是浮现天台 Elephant's all right 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 北台湾AM558-594-909-1089千赫 中台湾FM107.8兆赫 AM594-1089千赫 南台湾AM594-846千赫 复兴之音深得民心 心流开那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 是由美线所有主持的听土地在唱歌 我们在这片天空和你分享 来自这块土地最温暖的故事 最感动的歌声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呢 邀请到了这一位可以说是流星音乐的 1990年代可以说是个活字典的钢琴师人 王俊杰 因为他从那个年代他还没有出道的时候 他就非常关切流星音乐的发展 同时他自己本身也有20年的幕后音乐工作经验 而今天俊杰呢 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这一些历届的最佳新人奖 入围者以及得奖者呢 很多不为人知的一些意识 同时呢也来介绍他们的音乐 哈喽俊杰你好 美线好大家好 不要这样 我好像讲了20年我很老 我这20年当中有10年左右 都是文美线参加有到的 这样你不是泄露我的年龄吗 我永远20岁 10岁就开始当唱片宣传 来我们刚才呢 其实有介绍到了蛮多人的 徐世珍 那么接下来呢又是一位 这一位呢他是入围者 但是他也是一位台语的歌手 他叫做陈亚兰 他没有德哦 你知道吗 他那一年第六届 1994年得奖的是陈柏青 其实让他德也不太合理 你知道吗 就算是亚兰姐 让他德也不太合理 因为在这之前 亚兰姐已经被认识了 在这之前 我跟你讲 亚兰姐是老中青三代都会认识的 你若是老人 你爸爸妈妈那时候 你若有看《阳蕾花花》 那时候在台时 你就会看到陈亚兰 他永远都演小生 到现在他跟杨丽花 两个人最近又要搭档 又要重新再复出了 那中期你会看到演电视剧 那到现在你也会看到他做主持 所以他一直都在这个环境里面 但是亚兰姐的歌 我跟你说 唱歌仔戏的人来唱台语歌 都会有一种很厉害的韵味 我们台语来说 叫做 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像这首歌 这在当时的台语歌来说 算是很新的一种编曲 然后你又听他这样唱 很轻柔的 你若温一个人 慢慢这样看 你的心肝都会看 一个生气润气 这首歌好像同时 也是不知道是 金氏媳妇还是省氏媳妇的 现在想不想起来 真的是 若温一个人 很经典的一首歌 你若温一个人 若温一个人 听他 乘在转来 何言孤才 记住你的人 天心担待你的人 无关痛苦千金党 因为他是我 驾望一生的梦 无论命远从在人 回过回想欧岛 什么记忆 你若温一个人 我坐比爱 哭心来 你若温一个人 若温的世间 你若温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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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温一个人 我温一个人 我的人 有水 你若温一个人 我温一个人 你的态度 你若温一个人 你若温一个人 也让你 刚才亚兰姐算是第六届的入围者 第七届的得奖者是刘依纯 也是一样有一点点状况 大家也许对刘依纯不是很熟悉 但是第七届的最佳新人节目 有两位还是算蛮活跃的 就是范小轩和张克凡 我们来聊张克凡好了 张克凡我在去年 还有在一场公益演出有遇到过他 得奖者是刘依纯 对 刘依纯其实是一个台语歌手 她也是一个创作歌手 她现在还是有做一些创作 只是就是做那种独立台语音乐这样子 我自己也有介绍过她 那么我们现在讲张克凡好了 这算是继小虎队之后的 另一个男子的偶像团体 然后单飞的 这个偶像团体呢 叫了什么 红海尔 红海尔 红海尔都有像我张克凡 还有马国贤张洛军 张克凡 算是在里面终于唱歌的啦 就是继续在唱歌 那么张克凡他其实到后面很多年 他都一直陆陆续续 到现在都有在出一些专辑 那他也曾经很低潮过 曾经非常非常的低潮过 退出演艺权一段时间 对 那但是他入围新人讲这个歌 其实好听 用尽一生得爱 直到现在我觉得 还是算是KTV里面的一个经典 对啊 那个时候 这首歌好像也是一个 电视剧的插曲还是什么 忘记 而且我还记得是武侠的 可是什么我想不起来 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来听 岁月的风抚平成长的痛 经过几番悲欢离合之后 究竟有多少的人能够看透 有多少往事不堪回首 时间的宗教性不老的梦 人生一场喜怒爱乐交错 究竟有多少感动可以保留 有多少朋友回到最后 这世界纷纷渺渺渺来去匆匆 从来不会为谁引流 一生中寻寻秘密转眼成口 一旦错过不能从头 用尽一生中寻寻秘密转眼成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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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的话我会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范小轩 因为我觉得范小轩他可以做一集到两集 他真的是太经典了 范小轩是很值得介绍 很值得大家来好奇的一位歌手 从一个爆红的小女生最后转去做独立音乐 而且还做团哦 对 后来还甚至于做电音 他还做创作 其实他很特别 我跟各位介绍一下范小轩 他的背景雄厚啊 首先呢 他是本科系的 从小就念音乐班 一路上 主修长笛 然后他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参加歌唱比赛 他跟我一个同学 两个人去唱那个对唱组啊 无望不利 这两个人也很没用 永远都唱孟田 对 他跟我同一届啦 不是我的同学 但是他跟我同一届 那我们对范小轩的了解 是桌三圈 优三圈嘛 那个李雅明制作人 帮他量身打造这个桌三圈 还有后来他翻唱了很多这个 什么小丸子啊 没错 都改编成这个 小魔女的形象 升职人 小魔女的形象 对 以前那个星云大师啊 曾经在一个那个 周末的夜间节目里面 他就说哦 那个范小轩如果愿意的话 他可以红一辈子 真的 他如果愿意的话 记得哦 是说他愿意的话 那果然这话 听起来有点小玄机 我这样讲有点像那个 谈话性节目的八卦 为什么说有点小玄机 因为他愿意的话 后来很显然 范小轩不愿意 对 这一张范小轩入围的这个声音 范小轩那时候入围的时候 还没满二十岁 还没有 然后他入围的这个声音 跟前面我们介绍的那些女生的声音 都不一样 为什么 声音有一种 很有人的味道 然后呢 唱可爱的歌 可以装可爱 可以很卡通 非常可爱 可是他唱可怜的歌的时候 也很可怜 这首歌我知道是美嫌特别爱的 一个十四岁的小女生的创作 虽然他这是收录在他的获奖 获奖的专辑里面 可是其实他真的很早很早 这是他的第一首创作 这首歌曲呢 叫做自言自语哦 其实是把范小轩的整个状态就写出来 那当然范小轩唱过很多别人的歌 可是他的第一张专辑 或那个入围的这张专辑收录了他自己的第一首创作 而这首创作又可以经过很多年 还一直都被小轩迷们来津津乐道 我等一下想要请大家注意范小轩唱歌的状况 一个十四五岁 因为少女 少女通常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唱歌 你等一下注意 他的声音的那个穿透里 第一他唱轻柔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轻柔 然后呢当他后面 他还甚至刻意的让他自己的喉咙 嗓子唱到接近破表的声音 那就是自己在内在里面 murmur自己碎念 然后自己内在的那种突然大声起来 那种内心系的情绪 甚至于你可以在这里面听到范小轩 属于他那种很怪怪的个性 嗯感觉得出来 嗯 那也在这首歌呢 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那也希望呢 接下来有一些机会的时候 会再陆续的跟大家来介绍 最佳新人奖 我希望我还有机会 再请我们的活字典来 那个帮我们分享一些 好多好多 不是这个年代的人 我真的没有办法 有机会知道的故事 什么你在讲什么 是不是 二十年资历的前辈啊 听众朋友想要听美贤介绍多一点 或者你想要期待 我继续跟大家分享 好啦你给美贤捧场一下 请上听土地菜唱歌的粉丝页留言一下吧 好我们再会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自要的 我是服输的 它是永远的 它是永远的 我是错误的 我是错误的 而梦是美好的 你是残酷的 你是残酷的 我是黄色的 我是透明的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你是自由的 我是复苏的 它是永远的 我是错误的 而梦是美好的 你是残酷的 我是灰色的 我是透明的 梦是美好的 你是残酷的 我是灰色的 我是透明的 Zither Harp 天是灰色的 雨是透明的 心是外色的 我是透明的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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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